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高考第二天 我市多地出现短时强降水 各地快速反应及时处置 全力护航高考 2022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将在我市举行 专家学者希望我市把握机遇 壮大数字经济不能高质量发展 我市先后公示两批 共21个在建市政道路和设施项目已完成20项 改造完成市政道路 有效改善通行环境 潮南区紧扣时间节点 清拆一批违法违规建筑物及老旧厂房 让涉土问题逐向对账消耗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三 农历5月初十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请看详细报道 昨天汕头市人民政府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一事 并就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省第13次党呆会精神 推动双方在大健康领域深化战略合作 助推汕头走好工业立势产业强势之路 进行座谈交流 市委书记温战斌 广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楚源 出席活动并讲话 市长泽峰宝 副市长彭宗恩 市政协副主席蔡荣 广耀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杨军 广耀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刘菊妍出席活动 经过前期协商 市政府与广耀集团 同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在大男药大健康大商业 大医疗领域开展合作 这对我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助推医药健康产业加速发展 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下来双方将按照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原则 提升大男药品质效益 丰富大健康产业品类 作优大商业服务品牌 加快促进汕头高质量发展 温战斌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广耀集团长期以来 对汕头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他指出广耀集团作为集科工贸 与一体的世界五百强大型企业集团 是全国中医药企业的典型代表 在大男药大健康大商业大医疗领域的产业规划和汕头市 在大健康产业的布局高度契合 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希望广耀集团发挥自身在医药领域的丰富资源和经验优势 与汕头紧密携手 在发展大健康产业上开展务实合作 助推汕头大健康产业走上发展快车道 汕头市委市政府将坚定不移打造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 为广耀集团再汕头资提供最优质最便捷的政务服务 努力实现双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李楚源向汕头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 对广耀集团的重视和支持表示感谢 他认为汕头人口众多文化厚重市场广阔 近年来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总体思路 令人倍感振奋充满信心 广耀集团发展历史优求 企业文化中的红色基因创新基因 与汕头城市气质高度契合 希望通过此次合作 广耀集团能进一步发挥医药健康领域产业优势 主推汕头大健康产业发展 为汕头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加快建设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 做出应有贡献 上头人文底应很深厚 上头也有产业的基础 尤其是在医药健康产业方面 我们将烫跑跟上头在医药制造 包括中药化学药生物药 还有大商业包括医药物流零售这些业务 以及大医疗就包括医药养这方面 我觉得上头都有独特的一些优势 广告集团作为世界五百强企业 我们也希望跟上头市委市政府加强合作 在产业布局方面加强未来的谋划和合作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温战斌带队走进老旧小区 背街小巷 挪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点位 实地检查交通秩序 市容环境 卫生保洁等工作 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全力营造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市容环境 在玫瑰园小区 温战斌一行随机查看主次干道交通秩序和卫生保洁情况 了解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常态化管理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 温战斌走进京东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详细询问中心业务类型及居民办理情况 检查宣传氛围工作规范办公环境和管理秩序 随后温战斌来到龙岩北市场 实地查看市场经营秩序和卫生管理规范 与摊档经营商户亲切交谈 了解市场供给肉菜产品价格和日常经营等情况 检查发现部分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的交通秩序较乱 存在行人横穿马路 摩托车辆闯红灯 机动车不按车道行驶等不文明现象 被街小巷和农贸市场周边 存在摩托车辆乱停放 垃圾分类不规范 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 沿街步道砖破损等问题 温战兵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意识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 建立常态常效管理机制 大力提升城市面貌和城市品质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要严格对照创建标准 实事求是突出重点 积极开展自查自究 强化巡查检查 抓好问题整改 补足薄弱环节 破解难点读点 全面提升创建时效 要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 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被揭小巷整治 交通秩序管理和农贸市场品质提升 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整治力度 有利有效解决老旧小区居住安全隐患问题 不断规范日常管理 全面提升人居环境 要广泛调动广大市民群众 参与文明创建的积极性主动性 增强市民文明意识 规范市民文明行为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努力营造 人人关心 人人参与 人人创建的浓厚社会氛围 市领导叶贤参加活动 高考遇上龙舟水 降水多 天气变化 节奏快 今天凌晨 我市多地出现短时强降水 公安交警 城市排水等部门 快速反应 及时处置 护航高考 今天凌晨 我是一度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 迅速清理各考点及周边道路路面积水 排除安全隐患 华侨中学门前 有一处易积水滴挖点 工作人员打开下水道井盖 并用围栏防护 排水抢险车也在一旁待命 在冬夏中学考点 工作人员加强道路两边排水口巡查 高考期间的话 我们是有安排我们的抢险队员 驻守在高考课考场周边 还有以及我们的排水抢险车 以防下雨造成的路面积水 从而保证高考学者们的出行方便 受到降雨影响 上午交通早高峰 部分路段交通压力也有所上升 上午7点半 记者在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看到 在全市42个考点及周边 交警准时到位 指挥中心重点关注 以积水点附近路口交通情况 加强调度及时处置 确保各考点及周边交通秩序通畅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全市道路安全畅通 针对下雨天气 交警部门立即启动 一基学点一方案 加强指挥疏导 这里是朝阳棉城中学 那么从上午7点钟开始 来自朝阳各地乡村的学者们 也陆续到校复考 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不少志愿者也在考场周边 设立高考服务台 为考生及家长提供 用水 口罩 防鼠药品 和治阳棚等服务 今天上午 年成中学高二级部分学生 自发参加志愿活动 共同为学长学姐护航 帮助校门口的警卫叔叔 维持交通秩序 作为一名高二生 我们可以提前适应一下 这种氛围 然后为明年的高考做好准备 在朝阳区成交中学 部分考生住得较为偏远 家长提前护送孩子到考场 我们都是走多学生 家都住得比较远 我们就从学校要求帮助人 跟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 确保学生都不迟到 准时参加高考 在考点及周边路段 公安交警 城管 环卫等部门 紧密配合 做好交通管控 排水防漏工作 我们还是多帮人 经常在路上送罗 发现有问题 急速清理 把这些下水道 急速缩通 确保不会发生累劳 那么由于昨天晚上呢 是经历了一场较强的降水 那么今天在司马浦中学这里呢 就已经铺设有差不多六七十块 十五厘米厚的一个垫高踏板 那么让我们的学生呢 不失脚来进入考场 以最平稳的心态轻松硬考 我们考点是做好了准备 联系在塑料厂 在昨天就准备铺设了 大约是一百米长的塑料通道 让考生不用涉水 就能够顺利地进入这个考点 学校还提供热水 姜糖水 雨具 毛巾等物品 以贴心服务温暖考生 走进来啊 就觉得很暖 下大雨嘛 因为是这个一走进去 看到这个防水的这些促势啊 就做得特别的到位 国道三二四线杨芬林路段这个路口 是霞辉中学考点的一个必经路口 存心善堂南方艺公众队的志愿者 自发来到这里 协助交警疏导交通 我们在这里找到六点八的高教来 来相护 帮忙 我们在考生 数字经济新业态正在引领社会和经济的整体性深刻变革 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将在汕头举行 对此数字化领域业界人士专家学者表示 汕头数字经济产业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汕举行 不仅将加速汕头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步伐 还将赋能传统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是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也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增长级 近年来 汕头数字经济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 已连续七届入选中国城市信息化50强 名列2019中国数字经济总指数城市100强第36名 2020年 全市归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28.67亿元 专家认为 这为汕头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先发优势 汕头呢 它其实这个发展数字经济的话 是有它自己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和它的一些特色的这个资源屏付的 那比如说汕头在国际通信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 它自己的一些先发的优势 咱们有这个国际海浪登陆站 咱们有区域性的国际通信业务的出入口局 那这些国家级的这个信息基础设施的设立呢 都是会大大的提高了咱们国际通信这一块的这个水平 汕头对发展这个数字经济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吧 像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啊 什么基站啊 然后互联网的接入率啊 还有数据中心啊 这个实际上的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吧 然后汕头市的政府也很重视 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啊文件 然后支持汕头数字经济的一个发展 2022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将在我市召开 是推动打造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创新发展的重要窗口 和数字经济对外开放服务华侨的国家级平台 对此专家学者充满期待 认为这将为汕头数字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盛会 所以它在汕头召开 我觉得对于汕头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这个重大意义的 它其实是一个展示窗口 咱们通过这个大会可以展示咱们汕头的这个独特的这个人文魅力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交流平台 到时候政产学研各件资源都会集聚在汕头 那他们通过在这个汕头的这个盛会上的这个交流的话 会碰撞出很多的这个火花 也会给汕头带来很多这个项目落地的这么一个机会 整个这个工业历史和产业强势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数字经济肯定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助推进 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赋能 汕头我们不管是从产业层面 还是企业层面 如何能够充分的利用好这次大会的召开 能够充分的去更好的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和更大的一些互联网大厂的大咖们一起去交流 一起去共同去研讨汕头在数字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 如何能够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特色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盘大棋 是我市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规划 专家建议汕头要凝聚多方合力 应地制宜地做好顶层设计创新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 使数字经济成为汕头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和经济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联合企业还有高校去打造一些高水平的科研平台 然后同时也要引进一些高层次的人才还有高层次的团队 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 然后还有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吧 比如说可以打造海底的数据中心啊 还有海底的超转中心啊等等 因为行业协位可以在高校和企业之间建立很好的桥梁 然后拉动高校和企业去开展高水平的产学员合作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贯彻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精神 今天下午市委全面依法制式委员会 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召开第4次会议 部署我是八五普法工作深入开展 市领导叶贤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引领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八五普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深入开展普法实践 持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 为全面推进依法制式建设高水平平安汕头 法治汕头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要聚焦全民普法 把全民普法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依法治理效能 要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 要深化本土特色法治文化建设 把提升公民法治素养纳入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和文明创建工程 把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 加强红色法治文化的保护宣传和传承 推动法治文化与侨文化、潮文化融合发展 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 会议还对2021年度汕头市十家文明法治文化活动 和优秀文明法治文化活动项目进行了通报 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2年 汕头市法治宣传七进系列活动的工作方案 去年11月和今年1月 我事先后公事两批共21个 在建施政道路和设施项目建设 及责任单位情况接受公众监督 在市住建局、华侨实验区、金平区、龙虎区 和施工单位的努力下 有20个项目以按计划完成改造 改造完成的施政道路有效改善通行环境 今天中山路、民族路至立安路路段 环境品质提升改造项目顺利完工 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增加为现在的双向六车道 对城市与季牌路提到一定帮助 至此中山路、民族路至中泰立交 环境品质提升改造项目基本完工 该项目总长8公里 改造内容涉及道路、排水、原件、照明、交通标志等 昨天下了大暴雨嘛 按道平常来说这条路就是坑坑洼洼洼会有很多积水 但是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就积水消了 方便我们的书行 泰山路快速化升级改造工程全长约5.3公里 路面宽52米为城市快速路 主线双向六车道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桥梁、排水、交通、照明、绿化等 继此前完成长平跨线桥、珠江至长江跨线桥施工之后 黄泰立交桥梁工程及其交通设施建设 目前也已按节点公示计划完成 目前这个路段已经按设计完成了改造 相应车道都进行了相应的物理隔离 通过这一段的车辆需按自己的出行需求 提前做好规划 提前进行变道 严格按照现场的标志和标识形式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 此前公示的21个市政道路和设施项目 目前有20个已完成公示目标任务 剩下的金桓路、金湖路至金星路路段拓宽改造工程 正按照节点要求加快推进 其中该项目的高架桥及东侧道路已完成并试通车 西侧道路受龙湖沟污水主干管上岸工程交叉作业影响 目前再无法进场施工 相关部门正加强沟通协调 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在落实耕地保护政策 开展涉途问题专项整治中 潮南区紧扣时间节点 开展涉途问题整改 重拳出击 钦差并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建筑物 及老旧厂房 让涉途问题如下对账消耗 两英镇龙岭工业区 有约1700亩老厂房 存在土地全属不清 用地手续不规范 土地利用率偏低等问题 是涉途问题整改行动的烫山域 对此 老厂房各片区所属村居 敢于肯硬骨头 以时间节点倒逼整改进度 他帮到了那个新厂房 这边的旧厂房呢 他就租出去了 我们一直在 双方的那企业家在协调 尽量的尽快的帮签 使我们这个工改工的各项工作 能够顺利的推进 作为潮南区工改工的试点镇之一 两英镇成立了龙岭片区 工改工首期项目工作专办办公室 紧密跟进 推动工作落实 针对违法用地整治工作中的痛点 读点 特别是占用耕地建设民居的问题 潮南区相关镇接村居 强化源头管理 拆除清理44宗 总面积43.1亩的违法建筑 把违法用地多发高压态势压下去 为实现涉土问题全链调整治 潮南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 还定期通报涉土问题治理进展 确保治理工作计划不落空 不留于形式 营造合力攻坚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 全区累计治理违法建筑面积 2000多万平方米 累计治理进度102.98% 已完成阶段目标任务 回照2021年4月到2022年6月 治理2125平方米的定量目标任务 紧扣时间节点 倒排工期挂图抓账 对账消耗 确保装向治理各项工作任务如期完成 今年6月是第12个全民禁毒宣传月 主题为全民禁毒健康生活 今天上午 我是在市特种废弃物处理中心 举行公开销毁毒品活动 对近年来公安机关缴获的 约911千克毒品 和汕头海关基司局缴获得约875克毒品 8万多片麻精类毒品 及8万片未经批准进口药物 进行无害化公开销毁 市检察院 市生态环境局 和市司法局公正处相关人员 对待销毁的海洛因冰毒等毒品 进行现场监证 专业人员通过危险废物焚烧系统 分批处理这批毒品 确保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近日有群众反映 朝阳区桂羽镇 剑西华美社区段水体黑臭 漂浮垃圾和水浮帘 今年上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 水面有饮料罐 泡沫箱等生活垃圾 水浮帘扎堆生长 容易导致水体脏污发臭 以及文营滋生 周边居民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整治 恢复水体干净 环境整洁 好观众朋友 这次的汕头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 请关注汕头新闻 微博和微信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